欢迎来到科学微学习频道 我们在这里分享科学中的小视频概念 ALS疾病皆是挑战并寻求进展 介绍肌萎缩厕所硬化症ALS 也称为卢家雷氏病 是一种进行性和破坏性的神经退行性疾病 会影响负责肌肉控制的神经细胞 随着ALS逐渐削弱全身肌肉 它给个人及其家人带来了独特的挑战 在本视频中我们将探索ALS疾病的复杂性 包括其病因、症状、当前的治疗方案 以及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 这些工作为增进理解和潜在突破带来希望 了解肌萎缩厕所硬化症 ALS是一种主要影响运动神经元的疾病 运动神经元是负责在大脑和肌肉之间 传递信号的神经细胞 随着疾病的进展 这些运动神经元逐渐退化和死亡 导致肌肉控制和功能丧失 最终患有ALS的人可能会遇到说话 吞咽、呼吸和执行基本动作的困难 原因和风险因素 ALS的确切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未知 但据信、遗传和环境因素都有助于其发展 大约5%到10%的肌萎缩厕所硬化病例是遗传性的 称为家族性肌萎缩厕所硬化 而其余病例是散发性的 在一些家族性病例中发现了某些基因突变 例如C9ORF72基因 环境因素包括接触毒素和某些职业危害 也正在作为潜在风险因素进行调查 识别症状 ALS的症状因人而异 但通常包括肌肉无力、肌肉僵硬、肌肉静攣和抽搐 早期迹象可能包括精细运动任务困难 以及言语或吞咽的变化 随着疾病的进展 个体可能会出现肌肉萎缩、麻痹和呼吸困难 如果怀疑肌萎缩厕所硬化 请务必咨询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以获得准确诊断 目前的治疗方法 虽然ALS无法治愈 但各种治疗旨在控制症状 减缓疾病进展和改善生活质量 利鲁座和伊达拉凤等药物被批准用于帮助延缓疾病进展 物理疗法、职业疗法和言语疗法可以帮助个人保持活动能力 控制症状和增强沟通能力 辅助设备和技术也可以帮助日常活动和交流 研究进展 ALS研究是一个活跃且不断发展的领域 人们一直在努力更好地了解该疾病并开发有效的治疗方法 科学家们正在探索各种途径 包括基因疗法、干细胞疗法和靶向药物疗法 以针对ALS的根本原因并减缓其进展 此外 辅助技术和交流辅助工具的进步为ALS患者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支持和授权 患有机萎缩厕所硬化需要为个人及其护理人员提供全面的支持网络 ALS协会和支持团体为受疾病影响的人提供宝贵的资源信息和情感支持 姑息治疗和临终关怀服务可用于改善生活质量 并在疾病晚期提供安慰和支持 结论 ALS疾病给个人家庭和医学界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虽然关于这种疾病还有很多东西需要了解 但正在进行的研究会提高理解 治疗选择和最终治愈提供了希望 通过提高认识 支持研究计划和提供富有同情心的护理 我们可以改变ALS患者的生活 让我们一起为ALS的影响最小化的未来而努力 让患有ALS的人能够过上有尊严 舒适和希望的生活